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今天指出 根据该部所做的调查显示 在2013年到2017年期间 我国总共发生了14440起离婚案件 当众一些离婚的理由都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 一些原因甚至让众议员哄堂大笑 到底是什么原因一起去看个究竟 有人说婚姻是神圣的约定 也有人说那只不过是情侣之间情到浓时的海事三盟 离婚率节节攀升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两个人的缘分走到尽头呢 今天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 在国会为大家稍微提到了一些数据和原因 原来妻子在晚上洗衣服 又或者是妻子在车上吃东西 这一些小事都是理由之一 当她念出这些原因的时候 还引起众议员们哄堂大笑 根据该部在2014年所做的调查显示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夫妻结婚不到五年就离婚 我国每五名妻子当中就有超过一个人 因为丈夫出轨而离婚 一些女性在结婚不足五年的情况下就离婚 这些原因就包括了误会占38% 丈夫不负责任占15.2% 至于在丈夫方面 因为发生误会而离婚的人有超过半数 另外还包括了妻子不中占11.8% 婆媳之间的问题就占据了10% 在2013年到2017年的这段期间 我国一共发生了14,440起离婚案件 单单在柔佛就占了2860起 堪称是非穆斯林离婚率最高的周数 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是 吉隆坡共2721起 以及雪兰额1858起 夫妻离婚将延伸一些社会问题 孩子的抚养权 孩子的家庭教育都会受到影响 为了解决上述的问题 妇女部不排除将研究 为准备结婚的非穆斯林 提供婚前辅导 NTV7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